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只知道子弹是伯老宁的 你看 我们的人装备的全都是二十强的伯克枪 只有三十一团营以上的军官配伯老宁 你的意思是三十一团的人干的 他们也太恩将仇报了 你救了他们他们居然这样对你 我不这么想 有可能是 枪胆无言 走火了 刚才差点要了你的命 千万别声张 这说出去多丢人啊 别笑了你 好外好外 新死军枪杀众伤军官 暴行令人发指的伤者欲哭无泪 好外好外 新死军枪杀众伤军官 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是浑身没劲儿 等一等 这是给他助手的 不是 我体温表忘记放哪了 我过来找找 给谁助手的 好 你先去忙忙 他每天都给你注射 好 让我听一下 不用动 认识清空开吗 医中的老师 我的导师 你也认识他 也是他的学生 好了 你没有问题 好好休息吧 我 沈医生 不是我 是院长吩咐的 这跟我没有关系 如果这个病人 莫名其妙地死在了病床上 追究原因 你怎么解释 拿错药了 我开的厨房上 根本就没有这种药 况且 于小姐是不会善罢干凶的 那我怎么办 我不知道 干什么 石座 你他娘的 一点教养都没有 就这么闯进来了 这是什么 这哪是刘塔呀 这是干死队的仇 石座 这就是刘塔呀 要不要跟日本人提一下 你去 向小林太军报告 去吧 我看死队的仇人 那是什么 我看死队的仇人 他人是有的嗎 但 他人是這個男人 他人是神余軍的人 他在戰後的戰爭 神余軍是他人的口封じ 他人的口封じ 他人是他人的 他人的機密知人 不然 信用軍が断固と手を下した理由がつかん 国民党軍が 彼を必死になって攻めたのを こいつを手に入れたかったからかもしれん 池田 貴様がこの疑問の答えを持って来い 今すぐ策を講じ こいつを生きて私の目の前に連れて来るんだ 早く 終わり 池先生多次城門光照 在下十分感激 不感激 池田先生到此以後見叫 不要胡抓這個人 三十一团的 不 是新市軍的 應該是首脑人物 你的情報準確嗎 情報非常準確 我希望李先生 多用 國民党方面的關係 搞清楚這個人物的情況 並在必要的時候 給我提供幫助 好 就要你說的辦 就要你說的辦 等等 你先幫我了解一下這個人 日本人已經證實 他就是策反三十一团的新市軍 新市軍 沒錯 日本人想抓活的 可我們南京方面 不想讓他們成功 叛軍禍首 必須成辦 上封明令 就地正法 絕不能讓日本人抓去當寶貝 老家 我把這些都跟你說了 足見 我們對你的信任 怎麼樣 把我老婆還是信給我 這是你的家 等你完成了這次大功勞 就去跟他們團聚 我想你不會反對吧 他媽的 怎麼了大伯 這個俄西护衛戰 原本是一個殲滅戰的局面 最後還是讓那個小日本 徒兒出去了 那個劉達養了二十幾天的傷了 能下地了嗎 基本全癒了 年輕人恢復得真快 你去 把他叫到我這兒來 這個小伙子很有意思 我想見見他 去 快去 那個小伙子 有貪腹 看什麼呢 看誰就胖了你經濟了 這兩次瞎扯 我只是看看 我怕別人再打我黑槍 一招被设要十年怕紧身 这是将军病房戒备森严的 如果不是大白住在这儿 我都进不来 是吗 大白请你过去 你去不去 你大白 你见过的 那我去见他又能怎么样 同志 你会露馅的 那你的意思的 不去 行了 有些事情躲是躲不过去的 那你别让老人别扭 走走走 扶我一半 我大白一句话 可会要了你的命的 同志 我现在这条命也是捡过来的 少说 多听 走 陈龙 这个小伙子气色好多了 能看到长官身体康复 卑职心里也十分高兴 亲手杀死过日本兵吗 是 多少 十几个而已 抗日英雄啊 老朽 老朽十分地羡慕 这个 陈龙过去是你的部下 多承你照应 老朽在这里啊 还得要感谢你啊 老朽 卑职不敢当 坐下喝茶吧 不 不可 古话说呀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你信不信啊 不信 为什么 我是军人 我是军人 有出息 有出息 我就喜欢这样的士兵 小子 我跟你讲啊 小事本快不行了 中国只要再坚持一下 就是战胜国了 到那个时候啊 强加在国家头上那些 一切的不平等的条约 就会一扫而光 在放眼时间 德国人 伊德利人 在苏联 在非洲 吃了大败仗 是去年吧 去年十一月吧 这个 这个 美国 在 卡三布拉卡 卡三布拉卡登陆 你知道莫洛哥吗 那是非洲的北部 就在那里 德国人 意大利人 吃了大败仗 这个 在非洲吃了大败仗 周星国 在非洲 完了 你说他就意味着什么 这是不是意味着 联军会把兵力 集中起来对付欧洲 跟日本人 对喽 下一步 就可以依靠 英美强大的海军支援 这 解决那个意大利 就这个 我们美国朋友讲啊 他们现在呢 是以主力部队 对付德国意大利 然后 再调转回头 对付小日本 你说 对待这样的战略 你怎么看呢 不管怎么说 我们胜利在望 就要打败日本人了 好 讲得好 没错 所以呢 你要好好养伤 你把身体养的棒棒呢 要把日本鬼子从中国赶出去 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 长官一席话 让属下 毛色顿开 你别说哈 今天我还真是开了眼界了 还好没出事 你大白是个什么人物啊 我只记得五十一军的军长余学忠 是个有名的抗日将领 他是谁啊 他呀姓郝 名字呢 上郡夏捷 保定军官行校的教官 咱们这儿的司令员啊 是他的学生 你还得过他的优惠呢 放心 我说呢我在这个医院 被照顾得这么周到 全是因为你大白吧 不是 是在眉山 眉山 你说什么眉山 我打你那一枪 大白说呀 三十一团夫安定 所以让我给你们提个醒 果然有前瞻性 不 不对啊 那你大白也没让你打枪提醒吗 我就是想打死刘达 后来犹豫 我就是刘达 你打得太准了 那那他这是为什么呀 大白就想让三十一团 变成一个抗日武装 这么说叶挺将军也是你大白的选择 躺下 你别说 你大白的观点啊 还真是不同凡响 我听了以后啊 心里产量多了 司令官爷把大白当主心骨 他如果不是身体不好 早就上前线打鬼子去了 你睡一会吧 我还要去照顾大白呢 没叶过败子吧 嗯 叶得太差了 缺乏训练 嗯 拜拜 他叫车道宽 是个新死军吧 他叫刘达 刘达一个盲夫 他哪里会知道 非洲有个摩洛哥呀 他哪里会听我讲这个国际形势 不是啊 讲吃喝玩儿的搞女人 他一定感兴趣 大白 他可是被新死军打伤的 他是被三十一团的人干的 他受伤后手里拿的是博客枪 刘达是个什么东西啊 真刘达 你会那样的去照顾他 我让你拿走吃的东西 你都转移到他那里去了 护士都告诉我了 他叫车道宽 他是新死军 在进水县城的时候 是他把侄女放回来了 当时如果不是他 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只恩图报 你从小就教我的 求你放过他吧 正因为他有恩于你 所以我没有动他嘛 一命换一命 是你愿意用自己的性命 换车道宽的命 你在为新死军求情啊 大白 他的未婚妻自杀殉国 你总该给他一个机会 报仇吧 自杀殉国 他的未婚妻叫白晓琳 是个报务员 净水县城失守的时候 他完成最后一份发报 就用手榴弹 自杀殉国了 这么说是个猎女 嗯 猎女啊 什么 这个日本人 中国有这样的年轻人 有这样坚强不驱的女人 小日口 准办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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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我不追究他 是不是什么新死军了 在这里 我不追究 就没人敢追究 啊 大白 大白说啊 三星天不安定 所以让我给你们提个喜吧 是在眉山 我打你的一枪 糟糕了 余晨露的伯父郝俊杰 弄不好就是三十一团安插卧底的人 那么余晨露 是什么角色 应该不是卧底吧 如果是卧底的话 他不会在这里 三十一团有十个卧底 这对根据地会产生多大的威胁 我怎么才能逃出去 给军分局送这个信呢 你说怎么办 他好像真的陷进去了 知道关这个小子啊 你说他是条汉子 真是条汉子 不说这个事咱们还是说正事 三十一团军官组损失惨重 陈露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更重要的是三十一团的士兵都认识他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以陈露为将来的骨干 司令 司令 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这那块小子身体好像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老师 你提醒的好 我还真得去查一下 这医院里要是出现内鬼的话 可就麻烦了 您生病的时候 咱们在病房里可谈了太多的机密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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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怕医院有他们的卧底啊 是啊 正好 陈露回来的时候 那个方朝五 不是把三十一团给拆散了吗 这哪行啊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得让他知道 三十一团有咱们的卧底 让方朝五知道这个团不简单 他才不敢让三十一团这个部队啊 遍布在他的根据地 方朝五 把三十一团的人集中在一起 那三十一团 就还是一个团体 你刚才是不是怕咱们的人受到他们的猜疑啊 我就是担心这个 这风要吃下去 他香发不了 他也吐不出来 刘团副 给您两个体温 我已经没事了 您给我透露一下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啊 还没接到上级让您出院的命令呢 对了 咱们那郝将军得的是什么病啊 这是军事秘密 病也是军事秘密 没错 真是军事秘密 一个人的病被列为军事秘密 不会是丹丹的病吧 会不会跟我弟有关系 如果能看到他的病历 也许一切就都明白了 站住 干什么去 我刚量完体温给护士送表去 回去 护士会去取表的 金医生 今天晚上值夜班啊 是啊 那真是太辛苦了 你怎么回事 我刚量完体温给护士送表 好 体温有点高 你先回病房吧 我去给你拿点药 谢谢 我不吃 我没发烧 你为什么说我体温偏高 这些药能治疗你的好奇症 我就不明白了 我去值班室给护士送个表 卫兵都拦着 这是为什么 金大夫 你大概已经猜出我是什么人了 你就不能跟我说点什么吗 去 值班室里有国军高级将领的病例 他们的病设计过防安全 你的好奇心很可能让你送命 因为卫兵会把每一个反常的举动 向上风汇报 所以你发烧了 这是发汗的药 你最好把它吃了 这样一会儿护士来检查的时候 会发现被子是湿的 他们会认为逆行退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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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些人 先生 您找人 您有什么事吗 用一下你们的电话 您跟我来吧 好 接战区自立部要快 体温有点高 你先回病房吧 我去给你拿点药 这是不是暗示 他也觉得这里说话不方便 让我去门展 照片看清楚了吗 是 以上楼 确定目标 立即处决 我们在楼下掩护你 长官好 好 刘厂夫 您的商区要进呀 我去找一趟金医生 金医生在主楼呢 我去找 不不不 我们先走动走动 谢谢啊 我去看你的 快点 我看你 我去看你 看你 中文字幕提供 你们出内阳 出内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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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内阳出内阳 出内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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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人 这么大牌头 战区总司令 总司令 他来干嘛 据说他的老师病了 住在这里的高官病房 枪声停了 不只死一个 就是死两个 武枪 是左轮鼠枪 谁干的 汪精卫的特务 收到情报的时候 我几张坏了 差一点出了事情 汪精卫的特务头子 现在就在医院里 冲着 找到盼来的 就是准对他的 幸亏季先生 让他们走错了地方 老师啊 太危险了 没事 过去了 您说车道宽这个人 是留还是不留 留着 不能让汪精卫一会儿得逞 报告 进来 报告 匪徒在医院主楼 三层外科病房被打死 听枪声就知道 这五发子弹 是从一只枪里发出来的 击毙汉匪 功劳不小啊 是谁开的枪 这个人要加强 报告总司令 五枪都是匪主打的 那你是说 徒手将匪徒给割杀了 是一个病员将汉匪徒手割杀 汉匪连开五枪 伤员如何 只是那个病员受伤 英叔 你马上把那个病员请来 我要慰问 是 感觉怎么样 头发吗 你在伤病期间临危不惧 格杀日伪特工 在你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气节 和钟永无畏的精神 让本司令官万分钦佩 多谢司令夸奖 尚情到底怎么样 请总司令放心 旧伤 伤口拉伤已经重新缝合了 心伤是皮外伤 就是脑子有点轻微震荡 哦 爱情养伤 早日康复 重返前见 我 必将重用 多谢司令栽培 好小子 我很欣赏你 你到主楼找我 什么事 我就想问问我 什么时候能出院啊 还有半个月吧 你恢复得很快 还有半个月 还要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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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报告 刘团复死死抓住汉匪的枪 用头一下一下把汉匪撞死 司令 这不是格杀 这是肉搏 是战场上的肉搏呀 把日本鬼子两个大队 给大残废了 说实话 我心里不信 现在我心了 有了他这样的军官呢 才能带出他这样的士兵 有了他这样的士兵 什么样的敌人不能对付 司令 在战场上 如果遇到他这样的人 你怕不怕 非常可怕 跟这种士兵打仗 不可能取得胜利 最好的结果 就是鱼死亡扑 可是了 他不是我们的人 这样的军官居然不是我们的人 有一天一旦国共反目 他可能就是我们的对手 不为我用 要先出后患 他这一撞呢 让我感觉到金阳计划实现的艰难 老师 您放心 我会尽全力 支持您的金阳计划 是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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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来不只是问病情吧 我想打听一下 郝敬杰得他什么病 他第一次发病 是不是上个月的士兵号 不是 去年六月第一次 他第一次发病 他第一次发病 是不是上个月的士兵号 那上个月呢 十号 十一号就好了 你的血压很正常 好好休息吧 十一号 我带部队接收三十一团 十号是什么日子 哦 他不能确定 我们是不是接收了三十一团 不然 他怎样往信资军里 安插卧底呢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你出卖我 你血口喷人 那我问你 刘迅德 怎么跑到医院去的 凑巧吧 那么 盘查医院的吉卡车士兵 又怎么解释 那都是刘迅德的卫队 刘迅德出门 都是这个牌照吗 没几次吧 怎么让我给碰上了 刘迅德看老师 还要警戒医院 你认为 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有多高 应该 没有多高 实际 我要走了 你有什么话 要跟你老婆跟孩子说的 那同学 我真的是尽力了 你没有 我的人去医院还没回来 别忘了 那可是是你指的地点 你探的路 你有时间通风报信啊 我怎么做 你们才能相信我 我的人见到刘迪 就没你的事 这我怎么证明 你不能证明 我能证明 李先生 刘迅德死了 我从刘迅德的卫队的人得到消息 我们的人已经见到了刘迪 但是 他被刘迪杀害了 那强声是怎么回事 刘迪 刘迪 带枪了 没有 战场的一名医生说 刘迪抓住了我们的人 用头活活把他撞死 他每撞一枪 我们的人就开一枪 魔鬼 刘迪这个魔鬼 先生 你把刘迪的情况给我全部摸清楚 病房医生护士 还有病情 好 好 好吗车 以后 你就在医院门口盯了 去 站起来 你 不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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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